那我们做实验,讲不完,一节课只能讲三个 我们再把它深入一点 前面说这个海地天 就是说水地天 其实这个跟打扰人的进化理论也是相互相成的 这个进化也有一定的道理 就是说这个水族生物相对比较低等一些 但是水里面也有相对的水里面的高级 那么就预约下降 然后后来爬到陆地上再进化 最后这个食物顶端是飞禽 宁迟飞行两步是走收半斤 那么人当然在天地之中 这个就也在地上 也可以叫这个叫地 那么水里的就是愚人 就比较鱼 我们看那个什么电视也看到过 什么美人鱼 其实比较就像那个叫如根的那个东西 叫动物也比较傻傻的 那么天上的 那就我们可以说外星人 这个人也分三六九 就是我们一般没有这个机会 演绎了一下 那么继续我们上节课说的这个 由金变成了火 这个锻造宝建制金 那么这个重现灰炉就烧的皮皮妈妈 产生这个霹雳火 你可以讲这个 也叫炮种 那也叫霹雳 那这个相对的取向 这个就是 炮 这个就是 它产生的 这个 烟 但是 可以说 它是烟花 一个是炮竹 你看你怎么取向 这个霹雳火 叫霹雳 不名思义 叫雷弓 因为是弓的 这个店母 那么 这个 往前一个 说了这个火 霹雳完了 它烧变成 山下 有一托 然后山下就开始着火 有底下的 然后这个火越烧越到上面 变成 加尘一丝 佛灯火 那么这个 丙身 也可以叫 这个夕阳西下 这个火 相对于这个丁有 你可以叫 灯柱热火 但是如果在天上 那就是 满天翻星 也象征着火 鬼火 鬼火 你怎么想的 行啊 这个取向 这个 甲尘一丝呢 就是一个 这个 变成的香火了 也可以叫灯火 是吧 一个灯烛 一个火焰 反正是配套的 要么就是一炷香 一个这个 点燃的这个 香火 这个 这个 亮光 烟 你反正能对上就行 然后 这个海中心 你比如说 这个甲子 你可以叫珍珠 那么这个 遗丑呢 就叫合棒 像不像 是吧 实际上 这个 这个羊肝呢 你先往气的方面引 但是这个 已经很形象了 那有的时候 也不能完全对应 但是这个 这个水火呢 有的时候 阴阳 它是相反来论的 那么 这个 遗丑呢 也代表猪宝盒 是吧 但是这个猪宝盒 好像有点难看 这个上面是个 遗 几个拐弯 下面有丑 是吧 但是 这个富有十出啊 如果这个甲子 这个被刑状隔开了 它可能是 也是 这个里外的 我不是人 都不好 那么 再往下 这个生的剑锋金呢 我们也说了 您可以说 如果这个是兵器的话 这个人参显得比较粗犯 比较大锤 是吧 这个就是 保健 你可以说一个是 剑锋 一个是剑铃 或者一个是剑鞘 这个锋利的 一般的 是 这个 这个 闲于外的 剑光 甚至 还有 更真心色 一个 一个 矿石 一个 宝石 是